- 為啥? - 為啥? - 外國不能入入去中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今天鏡頭怪怪的 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的會有一點模糊又一些清晰 我們是硬核內容 大家聽我講什麼就好了 那種耳朵聽然後要看的話 盡量看著字幕 因為字幕不會模糊 好啦進入正題 今天台積電股票上漲20多塊 台股也漲了不少 先前傳出華為透過白手套 向台積電下了訂單 被美國商務部調查 也被很多外國媒體調查對吧 那台積電也指出聲明 已經向所有中國AI晶片的客戶發表通知 11月11號雙11購物 到時候我的Surfshark VPN也會上 將暫停所有中國的AI還有GPU的客戶 供應7奈米以及先進製程的晶片 我前幾個禮拜也收到了一個台灣人的信件 他跟我指出他們公司專門賣一些高端的顯示卡 或是核心給外商 那最近有一個客戶是馬來西亞的 並且這個客戶在拿到商品之後呢 會轉賣給泰國的中資 那在藉由這個通路傳回給中國 因為有一些這個很高端的顯示卡 或是核心技術 是被美國以及台灣給制裁的 所以呢中共就利用這樣的白手套 在全世界各地這樣子去搞規避制裁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中共會怎麼樣規避制裁 哪一些公司在國外是有帶任務的 你根本就是查不出來 因為你有可能會誤傷真的沒有在帶任務的公司 但只要中國政府有這個需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規定 以及中共的那個極權的尿性 你這個公司即便不想幫中共做事 你家人在中國境內 你是外商但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資你能怎麼樣 我們再說回到川普的當選 現在內閣的人選已經跳出來了非常多 包含四位被中共制裁進入中國境內的人 像是鼎鼎有名的反共魯華大將 前國務卿龐佩奧 還有前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等等的人選 那你知道很尷尬的是什麼嗎 假使川普真的找龐佩奧回來當官 那你們猜中美談判會怎麼樣呢 需要龐佩奧帶一些使者去中國 那這個悖論就來了 龐佩奧在2021年卸任後的第一天 馬上真的是馬上就被中共中央宣布制裁 禁止龐佩奧等人入境中國領土 包含港澳對吧 那這個小美琴也有被制裁啦 那請問一下 假使龐佩奧強勢回歸入閣川普 並且被川普派去中國進行國事會談 或是進行一些談判的會談 那請問你中共是要禁止龐佩奧進入嗎 還是你要讓他進入 這就是一個悖論嘛 你看你不讓龐佩奧進入 習近平就無法跟美國取得談判空間 對中國的國際經貿空間會更壓縮 而且現在又是相對於說換了一個新政府上台 新政府上台我需要跟新的人有一個政策的交接 我需要新的談判 他派龐佩奧你就必須得談 那如果龐佩奧真的進來了 那就又是一個國際笑話啦 中共中央一定到時候會在央視各種洗地說 我們要原諒美國諸如此類的搞笑錯誤言論對吧 到時候一定在中國網路上 跟網路平台會被一些中國反賊網友痛笑一番 那我肯定也會做節目取笑你們中共中央 你說的制裁就是一個笑話 遇到老大哥美國你就是慫了 更暖心的是 你們到時候一定會看到各種小粉紅跟著黨的風向去洗 欸沒有沒有我們現在是中美關係友好 我們支持川普 我們要忘掉歷史 結果談崩的時候小粉紅又馬上隔天就跳反 欸這個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 龐佩奧等人就是活該被制裁 你們真的可以非常期待看到這一齣真人石禁秀 當然這個前提是他必須得入閣 而且龐佩奧與川普的副總統 對台灣的立場是非常立體的 並且龐佩奧公開表達過 美國應該要戰略清晰 龐佩奧在2022年成二度來台灣 會見當時的時任總統蔡英文 以及台灣的一些政要 並且在2024年公開喊話 希望美國政府啊要戰略清楚 更推進台灣應該要被美國官方 正式承認為獨立國家 我們先無論這個國家的名字應該叫什麼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部影片 雖然我們台灣人在美國的通關啊 還有一些簽證的待遇是比中共國人好非常多的 相信大家去過也都知道有中國朋友的 你們對比一下更清楚對吧 即便去一些旅館飯店你登記也是有台灣這個選項嘛 沒有一個China台灣那去世貿大樓還有一些 你知道美國紐約的高樓大廈是比上海多很多的 那些要收門票了 你進去有一些地方有勾選你的國籍 很多都是有台灣這個選項 然後你點選到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分得非常清楚 那很多大城市的美國人也都知道 台灣跟中國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這也會影響中美關係是吧 那比起2019年啊 真的可以認清台灣跟中國的美國人是越來越多了 我只能說這個是一個相對對比的基數 但是美國官方始終只是默許默認中華民國 或是台灣是一個國家 並沒有高調公開的承認是吧 這也是我們台派必須接受的事實 我們就是只有辦事處 這我們必須得承認不然我們就跟小粉紅一樣在議員 但是在外交策略這不是零與一 我們都努力的往前走 大家也不用嘴台美關係啊 又沒有官方正式建交 你現在在台灣那個也不是叫做AIT辦事處 又不是大使館 OK我剛說了外交不是零與一 你們自己要去對比一下 在蔣介石時代末期不是丟掉了台美關係 或是所謂的中華民國中美關係嘛 那我們對比19801990年代 與2020年2024年的台美關係 是不是相對進步的非常多了 我們回到這個啊 台美斷交或是中華民國中美斷交的 那個時代背景的政策是什麼呢 當時大部分的歐美政要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權之後 會漸漸的走向民主化 這個是那個三角形理論嘛 金字塔理論 人吃飽喝足之後就會往上 哎那我要提升精神層面 我應該要討論更多的人權 對吧更多的小孩的權利 婦女的權益老人的權益 諸如此類老公的權益 政治要獲得保障 我的財產要獲得保障 所以這個會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因為人民要權利了 但是疫情期間 美國兩黨以及歐盟的很多國家 包含日本韓國 都清楚的意識到 只要中共還存在 中國不可能民主化 所以在現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 更不可能再重蹈覆徹的去 暫時的出賣中華民國台灣的利益 去暫時的綏進中共國 但我們退一萬步來說 美國在這個共美建交的時代 這個政策也不完全是對台灣不好的 我們假設一切如美國當時的政策 那樣的期許方向去發展 中國在經濟成長之後 真的取得了民主 然後共產黨倒台 共產黨放權 中國民主化轉型了 那對中華民國或是對台灣 中國還算是個威脅嗎? 民主之後一切是可以用彈的去彈出來 只要在這個過渡期 中華民國台灣受點委屈的那一團陣痛期 我們只要忍過中國民主化之後 一切都可以彈的 你必須能彈之後才知道怎麼應對對吧 但是只要中共或是中國這個政權 還是現在這個不小心用的流氓 那彈也是白彈 記住啊我說的這個白彈是建立在 尤其對方還想要拿走你 並吞掉你的前提之下 所以這個跟美國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美國是有這個實力跟中國去談的 但我們台灣沒有這個實力是吧 而美國政府現在要做的就是削弱 減少中共國對這個世界的影響 以及它自身的壯大 所以我們再次強調 台灣在安全議題上絕對是屬於美國利益 是不是會再次所謂的被出賣給中國 讓它壯大 然後繼續來對抗美國自己呢? 我認為都是散播這個疑美論的 你不是受中共論調影響 常常在看那些節目啊 不然你就是壞 你就是有待任務了 你想想看美軍如果沒有在菲律賓、日本、南韓 那北韓跟中國國是不是早就打過來了呢? 你們至今還可以在這片土地上 逼逼烈烈的說什麼台灣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之類的 這不就是在美軍的保護傘之下 你才只能出此下策嗎? 但是小粉紅在學校的教育 基本上還是愁美愁日 是吧 而進而衍生到台灣人不想被中共統治 就是因為受了美帝國主義跟日本人的影響 因為是日本人的後代 相信這個你們在國民黨的一些立委或是議員 聽到不少這樣的論述對吧? 那這些未來在我們的紀錄片 我都有拍這個實際影片可以證明 然後是有正確實拍的 例如我們看一下這條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好多中國的小學生都要打死外國人 這個義和團神功護理刀槍服務 相信大家在網路上也看到不少這種流出來的影片 中國的幼稚園或是小學 要學生扮演軍人或是趕死隊 背個炸藥包就去當神風特工隊了 然後你們同時又在批判日本的武士道 或者是神風特工隊的事蹟 這是相互矛盾的 你批判人家做這樣的行為 你自己又鼓勵自己的小孩要做這樣的行為 例如昨天有一個非常搞笑的粉紅 他來我頻道留言說什麼呢 美國社會撕裂得非常嚴重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很安全很和平的政權轉移 我問號耶 美國頂多才上演一次內戰 你中國大陸這片土地上建國戰爭機制 重點是他的頭像還是張憲宗 這搞得我一下就亂了 你們大家可以去說一下張憲宗何許人也 在四川幹了何許事蹟好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8小下次見啦 掰